拿起书本,阿勒泰市的外名中小学生就是勤奋好学的深深学子 放下书本,阿勒泰市的外名中小学生可以是英姿萨爽的小骑士 9月2日,阿勒泰市中小学生马术培训课程正式启动 学会骑马,练习骑马,成为阿勒泰市所有士林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当地上午,在阿勒克金学两种马繁域有限公司的户外场地上 阿勒泰市中小学生马术培训课程开启了第一堂课 来自阿勒泰市一牧场克拉嘎什小学的学生马天祥和他的50多位同学一起走进了马术培训课堂 从小在阿勒泰长大的他对马并不陌生 但对于骑马这件事,他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这次他在马术培训课堂上跟随马术老师学到了如何使用马凳 以及如何和马进行初步的沟通 为了让中小学全面了解马术培训的知识念 此前阿勒泰市对于选择马术培训课堂场地 做了多方面的真主选择 最终确定阿勒泰精选两种马凡有限公司 作为阿勒泰市中小学生马术培训课堂